花蓮市大城文化节迈入第八年了 今年是以大城文化节重返1955新火相传为主题 要举办三个场次的系列活动 第一场是有料理达人带着学员从迁移冒险之旅 巧粉雷园DIY来认识大城的传统文化 市长物理家院特别道场和参加的学员一起动手做料理 也邀请大家11月12号一起来参加软壁真菌文化气点 大城文化节重返1955新火相传 第一场活动是由在地大城料理达人教导学员草粉雷园 大城有两种 一个是硬雷园 硬雷园其实我们这个雷园是糯米粉做的 有点像本省人讲的那个柜 那我们的材料就是糯米粉加再来米粉的比例 那硬雷园就是一般的那个糯米团 蒸熟了以后去裹面茶粉 那另外一种是有包馅料的叫砍圆 那最重要还是在面茶粉 所以等一下我先教大家炒面茶粉 因为以前的时代没有所谓的塑胶袋 也没有那以前的妈妈辈 祖父母辈 他们做好的圆 你如果蒸熟放着 它都会沾熟很黏 所以老人家的智慧就是 把面粉炒熟 炒成面茶粉 然后把那个圆放在面茶粉上裹 叫雷圆 雷圆是滚动的意思 把那个圆滚动 那你拿着吃的时候才不会手黏黏的 花莲市长魏佳燕特别到场 和学员们一起体验大臣美食的制作过程 我们举办大臣的活动已经第八年了 那1955重回大臣的这个系列 其实我们持续的在做 那也在去年当中 也非常多的各个我们县市的大臣人 也到我们举办的活动来做一个参观 那也有很多的大臣的 包括我们的苏昂正的镇长 他也有过来 那他有说其实我们办理这样的活动 可以凝聚了很多大臣人的情感 那甚至于二代三代等等 也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 能够扩大的举办 让更多外县市的大臣人了解到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举办的这个活动 是我们大臣的文化美食 那雷园的这个部分 待会就会进行教学 也希望这样的美食 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大臣人当时候来到台湾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那抱着神明 那跟一些简单的一些家当 那就来到我们台湾过生活 那有的保有的 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化的一些美食 跟一些传统文化 料理讲师带着大家 制作冬至料理炒粉雷园 从草粉 馅料爆香拌炒 搓面团 包咸料 看园 蒸园 沾果面茶粉 一颗颗的雷园就完成了 沾果面茶粉的过程 就叫做是雷园 而蒸好的看园香味四溢 雷园的面茶味在口中散开 学员们都说好好吃 华联市今年的 软臂真菌文化气点 11月12号即将登场 市长威家燕也欢迎民众 一起来参加体验大臣的 精神和物质文化 解了绘会幻市报道